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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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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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零售股大跌 整個美股都會被通脹的憂慮 通脹又加息 是否要走向衰退的憂慮 被這些因素都繼續壓住 昨晚美股跌 中概股也有一起受壓 中概股昨晚多數走低 個別有些小的特別波動 每日優先大跌14% 納斯坦克中國金融指數是跌1.4% 股份上普遍收跌 因為昨晚港股升了 尤其是巴巴 所以昨晚很多是高開的 但高開後稍微低 巴巴仍維持0.3%的升風 其他個別大型的波幅不算暴跌 普遍高開後 都隨著美股拉下來 不過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近日港股方面 輕輕低一點 大家都感覺到 其中一些所謂中概科技股方面的走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最近是否真的有轉弱的跡象在 如果是的話 對於港股方面 都會有影響 包括之前經常跟大家提及 那些中概的EGF KWEB這些 確實是真的跌了頭 在7月中前期開始 現在正在試一些穿毀的情況 譬如 即是連登契媽 ARC 近日都是有些 你見到橫行 之前橫行有個頂部 曾經一度突破 現在是否有多少失毀呢 這些其實都是大致上 都可以從一些比較大陸的指數上面 納指其實亦都是表現到這樣的情況 似乎是否反彈 暫時來說 失回某些位置 較早之前突破過 現在又暫時受壓下去 看看彈成怎樣 當然是很大的一個主宰因素 是聯署族的意識結果 很快就會有 除了比較大的官方的預期 除了它的意識結果之外 當然是關注他們會後鮑威爾的講話 怎樣看接下來的經濟預期 除了之前耶倫有說 也不是說太過擔心 大幅衰退 但IMF也是再次下調全球經濟展望 已經是第三次下調 也都警告 全球經濟可能很快 貧臨全面衰退 也都是說今年全球經濟增速可能放緩至3.2% 再調低 因為1月時預估4.4% 4月時預估3.6% 今次預估3.2% 就是一路一路下調 他們亦都會看著一些多行的數據 這樣說出來的結果 這方面都是一個受壓的因素 昨晚都見到美股、中概股都普遍是有高開 開之後向下 港湖今天都低開 新市場低開221點 開報20684點 整家房上 爸爸昨天聲援 昨天就炒 香港主要上市 香港主要上市 轉為香港做主要上市地 雙重主要上市 加上馬蚁那邊有些憧憬 但昨天我們都看哪個位 未突破到 昨天如果看收市的時候 104.8 上天收市不太突破 加上美股那邊開市 如果美股看7月20號的高位 昨天都還有些距離 完全沒有上市 加上高開之後被市場拉下來 昨天有升 但都不是很大的追貨力度 成交上去看 都落下一點 另外就是迫伏跌7% 迫桂圓跌11% 這兩隻又是 其實這幾天拉升的大市 除了科技股彈回來 昨天有巴巴大動 就是之前那些內房金融 有些反彈 又開始炒 國家會不會救下 拿了3千億出來 要解決爛尾的問題 當然個別股份也有彈 這隻迫伏、迫桂圓 昨天都有彈 不過今天低開的幅度 都相當驚人 已經是消退昨天的升幅 所以這些就真是很難搞 那些博物超賣的反彈 你可能就真是 彈兩下又沒有了 又打回來了 是的 逢身反彈 都是一些逃生門 大家要小心 迫桂圓方面 今天這麼低開 其實都有原因 他們就配股 折讓12.6%的配股 就籌28億港元 當然是要來所得的資金 要來做融資等等 搬營運的資金 因為大家都知道 它很缺錢使用 12.6%的折讓 即是配股作價是3.25 看看現在碧桂圓 就是3.30 暫時都能搜到配股 不過大家看著 一來就 嘩 彈兩天已經趕著 急急配股了 你想一下 究竟多等錢勢 老實他都可能自己知道 某某條件 再彈得很多 趁高 這些已經叫高 趁高就配股 同時間你留意一下 如果進一步去失 譬如3.25 其實仍然是要 失陣3月份的低位 勢頭上面 軍線那樣東西是空頭 所以仍然是相當勢危 大家就不要亂來 亦都真是反映 其實他們都很等前勢 管理層都這樣跌到這樣 都還要趕著出來配 另外就是同系的 農聯98迫伏 其實迫桂園系 又是開始爆內防危機初期 大家會覺得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的一隻 沒錯 相對上是沒有 因為起碼它現在還未停牌 因為有些已經停牌了 但是都是 很受這個問題影響 都真的完全未解決到 那隻迫伏都是一樣 昨天又是 好像都顯著反彈 這些彈起上來 那時候都有一成 一兩成 但是 就真是 今天呢 又馬上掉下去了 今天就跌回7% 沒錯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始終都是這些 我都叫做 再給一個 就是少少 GENERAL 一些的概念 大家看著301的ETF 雖然連續兩三天 不用跌 但是距離那種 3月份突然間炒改善 當時 是有些比較像樣的陽足 現之後起一浪 就是如果大家 是想時時刻刻 就是聽到很多 一些內房的所謂利好的政策 消息等等 很想知道 什麼時候 我知道不可以長渣 但是很想知道 短炒是什麼時候 提提大家 那時候短炒 3月份的時候 是曾經在這些ETF 其實很大程度 反映一些民企 美元債 垃圾級別 如果都有大彈 可能才是 捕捉短線機會 而不是隨便 一天走進去 搏超殘 打算很便宜 走一兩轉 其實是難的 所以這些ETF 還未曾出任何博健底的息怒 是的 昨天 即昨天市場有彈 亦可以關注資金上 我們上個月 六月就說 北向資金流入程度很踴躍 昨天七月 其實真的淡靜了 所以市場又倒下來了 成交又已經沒什麼了 沒什麼可以來 成交沒什麼就沒什麼 昨天只買入72.57億 創了七月以來的新高 因為六月有很多日都過八億 七月就淡靜了 起碼昨天有一點 買什麼呢 龍基六能貴州茅台美的 招行都有份 原來這幾隻股份 就受到北向資金的吸納 只買入是有5.01億 4.31億 3.25億 和3.14億 只買出就是陽光電源 伊利 紫非生物 三花 智控等等 基本上 在他們買的 或者去 去流出 流入 去交易的 就偏向是比較 都是新能源那邊 新能源 和大消費 就是酒類的股份多 龍基方面都有消息 就是龍基和通威 又有提價的消息 它再次上調了 P型單升龜片的價格 通威都是上調了電磁片的價格 兩者的上調價格是3%至4.3% 他們都繼續用這個方式 就是因為 龜片市場受到龜料價格上漲的影響 變了他們又將成本傳到下游 前幾天就有一個官方消息 說想去壓制 壓價 但仍未有很大反應 都繼續提價 暫時這兩間企業 如果看回剛才A股 龍基和通威兩隻都是 如果是通過港股買這些股份 就是3134 3134今天都沒有特別大反應 因為它開了市才會移動 一般都是 那就是淺一點 藥原刺脈又彈了一點 恆生指數現在開出之後 就是跌229點 報206813點 我們先去廣告 先回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來節目時間 市場跌少了一點 跌181點 報20725點 剛才榜上 繼續跌得最多都是 碧桂園系那兩隻 碧桂園跌7% 碧桂園跌9% 都少了一點 比起剛才的跌幅 升得多的 就有比較罕有的 會景升47% 之前跌了八成多停牌 就是這些大波動 另外就有隻騰勝博藥 都常常來升6% 旭輝上榜 都是內房系的 跌7% 旭輝其實連日 昨天升17% 連日來就比較反彈得 厲害了 公司方面有大股東增持 等等的一些 所謂挽回市場信心的一些動作 但是今天 一來都跌7-8分點 大家要留意這些典型的跌浪反彈 軍線兇頭 3月份前低位 在3月15日的時候 曾經收2個5號4負潤 現在是2個3號2 其實都是昨天撞一撞上去 之後暫時是乏力 所以要留意這些位置 始終有很多的蟹貨 重艙的阻力 可能在這些位置回頭也不定 那Judy她在看小米 1810日入尾 如果她說那天6月尾這樣爆上來 因為那時的市都厲害了 爆上來之後 就覺得等回後 回後再起動 現在都算是初步回穩 都去到近50天線 在近5月拉上來的上升軌 究竟何時才可以看是否起動 可以看這個位置 13.16 如果她可以收回13.16以上 比較大機會的回後再起動 這是用來量度 當然可以看即時的情況判斷 但如果現在說定的 簡單一點去看的 就是13.16的答可位 好 跟手B問299至今 接下來是前景的情況 她說她有貨 8.7買入 因為之前失了兩個底部 當然跟有色金屬的價格 整體下跌 因為大宗商品都下跌 有很多衰退陰霾 擔心一些 因為有色金屬銅 這類跟經濟息息相關 所以就下來了 你說在哪些位置先看呢 例如在3月份的低位 就有9.5元附近 然後5月份的低位就有9.5元 所以不如大家都用9.5元 來做一個比較關鍵的位置 就是在畫面上畫給大家 9.5元兩次做底部 現在失去之後 其實上尾層是有收復情況的 所以會不會彈回到9.5元之後 其實又再向下市 即是一浪低於一浪 每次都收復不到前低位 是不奇怪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是現在可以上去盡彈 之後走等等那些因素 就9.5元這些位置 應該就頂了 因為你8.7元買入上算低 你自己到時看看有沒有套利的可能性 至於如果你說 如果上不到 那它已經可能跌1.4元 當然不是多 但是會不會很快可以有些位置走下走下 這樣又是一枝揚竹 上天開始價8.87元 但是賺一毫 因為始終你是一枝空投軍線的弱勢股份 去搏 可能就是擋著這麼韌的微利 所以就自己在看稍稍的價位 好 Ambra就在關注恆子 剛才我們都未開過恆子的走勢出來 我想看看20,200 20,200其實距離現在不是很遠 現在20,700 跌100多200 都是如果看回7月中以來 到現在 即是7月的下半個月 就走的區間 其實就是20,200至21,000左右 那這裡走的這1,000點 的上算落落 其實目前都是 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都機會偏大 其實是這個位置 因為上次彈到去7月20日 那裡21,100 那昨天就是 都未上得回21,100 那今天也是受壓落一點 整體上 我認為大市都是偏遠的局面 多一些 留意一下 那又佈下牛熊倉位 那現時牛就5乘8 紅就4乘2 大概都是64之比 但是呢 熊仔即是上方 就有一支棍棍 都幾多 就在21,600的位置 有成900張 下期指相當 那下方就有一大堆 都要短短的牛棍 那就是在20,400至19,800 都整六棍都是很短的 加起來就等於六成 但是呢 那些熊就是一棍過的 差不多 最重仓和最多新增 都是在21,600 大家自己去參考這個因素 當然啦 可能性的 淡的因素 當然看這兩萬 都要問一下儀式 如果向下的話 我想也不出席 最多事都要低一點 好 接著看看Youtube上面 這期也有些相關手機 尤其是蘋果的出貨數據 我看到Youtube上面 一四一五 衰豐娘 他就說出入價 我不會這樣定 我預支了 你多少錢買 多少錢沽 這樣 不會做這些預支 其實都已經由六月到現在拉升完 拉升完七月都有一個回落的機會 又再這樣拉升 現在比較超買 我會不如避掉這些 即如果你是想去做一些 我吃1%吃糊辣 我覺得很短線 這些其實自己隨意 這隻就為G手機裡面 最肯炒那隻 不過之前就三大隻羊 羊竹爆了上來 現在連續第八個交易日都是悶毒 我覺得又可以參考最最後的羊竹 7月15日 開市價11.98 如果跌失就是吃糊等等的因素 通闊問新特能源 剛才都說過 是否行業上有加價 是否可以買 但較早前就大跌 當日跌一成 昨日又彈回六 好像挺好彈 但我也要提提大家 當然跌一成那天就是因為擔心 政策上有些調控 會不會壓回歸料價格等等 放量的下跌 昨日就是縮量的反彈 所以整件事其實就沒甚麼說服力 如果留意六月中後期 即是等一等後才去破頂 那時的關鍵是21.4 昨日其實未彈到 今天又暫時叫做暖一些 其實可能會在21.4 已經有些反彈的阻力 因為現在很可能 因為當日是放量下跌的情況 可能會令到整件事轉淡了 如果你說真是好看好這個行業 好看好這個個股 其實這個個股是行業裡頭的龍頭 都是對的 但是最少等它站穩 21.4才去部署 現時是有多少脫落情況 都細危的 丁丁就問3134的 A股太陽能的ETF 未有貨的甚麼位置可以入 現在都是大約4月到7月 充得勁 這個現在都是一個調整的整固階段 那就觀望一下這一個調整 究竟是否確認去完 下面參考的位置大約到10.4 參考會否落到50天線後 再起動這個機會 或者如果它直接不下去 橫行企硬這個位置 都可以繼續去觀察 因為暫時市場正在下跌 它裏面的磁瘡 如果你想看3134 我會和Barbara 待會下跌去Athos 應該都會去講一下這隻 這隻龍肌 剛才說有提價的龍肌 就是它現在最新的第一大磁瘡 暫時都是 因為它有些分拆 你可以看這邊 就是它沖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一個整固 整固裡面有少少反彈 但又未馬上升上來 這個暫時都是可以觀察 Terry說市場皮軟 但388是硬正的 388現在只是跌6毫 相對是少一些 還有昨天有個裂口高開之後高走 昨天當然 你說市場 昨天也有些反彈 幾百點 同時間昨天也有 阿里這些叫做 在香港 自己申請第一上市的 你好 有些說法將兩件事都連接 想著這麼大隻阿里巴巴 在香港的時候 一來它將會符合南下港股通的標的的時候 都有座於港交所生意 突然就是會不會以它牽頭 有很多其它中概都會這樣做 港交所就很受惠 昨天都開刀走 今天輕輕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還未至於強到想買 我覺得它不下 譬如好像五十天線 畫面上黑黑的那條線 那是不是要跌穿先股去淡呢 所以不做淡 但是現在你說做好嗎 其實老實它反彈的情況 成交就是要挑剔一下 還有現在你看到 上方大概四個 下方可能三百二 那就是說中位數三百六 那它現在就是三百六十 所以其實真的剛剛中中挺挺 向上向下五十五十 那其實就很不吸引 無論做好還是做淡 那個Risk and Report 風險和回報都是一樣的 那有什麼好買呢 所以我覺得有課你照保 但是做好我就不會選它 做淡 我覺得它跌穿五十天線才做 好 那通閣呢 它就說買了 一九一零新售禮 那十七個二買了 那怎樣設置位呢 十七個二就是可能前兩天買了 然後現在跌一些就十六個六百八 其實它這半年基本上就在橫行 其實就沒有什麼說一個很明顯的行程出來 行程就是橫行 不過可能有些觀眾覺得都看好這間公司 想去買它 就等如果恢復了所有的人流 全球和物流都恢復了 全球流通了 那應該搞定了吧 那可能有些朋友是想搏這件事 那怎樣設置位呢 向上去看第一個位置 十七個三 然後就是十八個零六 那下面你的防守位是相對上遠 你現在雖然是中間 不過你的位置 中間偏高的位置 那你在區間裏面 那下面你可以用十四個六號二做防守位 好了 那現在九點四十五分 恆生指數的跌幅是輕到靠近開市的位置 即是跌了多一點 那兩百點過外 跌幅最多當然是那一媽的東西 就是迫伏和迫桂圓 跌十和十二 記住 2007的配股價就是現價三個二毫半 在掙扎當中 匯境不用說 奇怪的東西來的 那升仁四點 四十四個百分點 理鈴這些跌得多 理想跌得多 內房整體回吐這些正常 那個別的走勢我們中午再說 這節是這麼多 十一點四十五分再點 拜拜 增加密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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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任何事 增加密地震